请问上师 我的家里人不信佛 爸爸和外公 长期就是有矛盾来吵架 妈妈在这个期间 精神也很差 就生病了 请问上师 我该如何来化解 爸爸和外公的矛盾 如何调整好妈妈的身体 如何让家里人 正信佛法来修行呢 他们的矛盾 怎么样去调解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主要是 他自己学佛了 家里的人不学佛 不要因为这个问题 就是脑矛盾 不要因为这个问题脑矛盾 这个是他要做的事情 其他的就不知道 我怎么去调解这个矛盾 我们现在很多的 学佛的人就是 就很自私的 根本就不去考虑 家里的人的这个感受 这个有些时候呢 我们也不能太太 听家里的人的话 不学佛呀 什么什么也不行 一些原则性的东西 还是要要注意 但是呢 还是要懂得 随身家人呢 也不能让他们 知道太多的烦恼 我就是想要注意 对我能想要注意 我能想要注意 但是我能不能这么 我能想要注意